我跟柯智豪合作的模式我覺得蠻好的 歌詞我自己結構完以後 我就丟給他 那他照或不照那個寫我覺得都無所謂 每一首當然印象都不一樣 但我一定會先了解他想講什麼 然後幫他做一些結構 會先做結構這是一定的 那那個結構可能跟他原本的也會不太一樣 我的工作環節一定要先有一點音樂 才能他才知道在說明什麼 一向都是不會牽動他的詞 就是等我先有音樂之後 然後碰到難處了我才會問這樣子 幾乎沒有一首跟我原本想像的是一樣的 因為主要是我自己寫的時候都會有很直接的reference 譬如說某一首歌就一定會是某一個人或是某一團他的風格 因為常常我寫的時候除了角色以外 我可能也不知道演員是誰 或是我也不知道演員他要用什麼樣的精神來詮釋 所以我就會直接抓一個現有的表演者 然後進來 然後這些東西我都不會跟小豪說 然後就會先用對話這樣 那我們這一次會不會三個小時而已的嗎 不管他 你看他 他大概這麼快 很快 如果彈慢 所以他打到千堂之後 我說後半段比較慢一點就會變成 就是在 對啊就把它換成R-Beat就可以了 這樣子 因為音樂局就是很成熟的 然後大部分他都是很商業的 所以就會希望說 如果自己來做音樂劇的話 可以做一些沒有人做過的 或者是真的很怪的 那種成人的文化在台灣 這塊很少有被拿出來娛樂大眾 所以我覺得既然我們在Netflix上面 可以看到這麼多樣的不同的性認同的笑話跟喜劇 那我覺得台灣 特別是這一次在讀這劇本的時候 他原本就已經買很多 其實有性暗示的東西 在原本莎士比亞的文本裡面 那我覺得 就把它拿來大家笑一笑 如果跟第十二頁比 就是那個時候做完十二頁之後想超越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有 但是開始有點怕了 比方說我在寫十二頁的曲子的時候 其實就很像一個爵士樂手在鋼琴前面寫東西 那這次在寫歌的時候就像瘋子一樣 他自己能跳舞的 也不是說困難 就是說變成那種 就是那個慣性 原本在十二頁的時候會有一種慣性 在這邊就要全部都改 這個慣性要被稍微瓦解一下 不然其實會有點像 因為舞曲或者跳舞的東西 其實他有時候不是那麼 要講究說什麼和弦怎樣 他重要可能是一種groove in 或者是你在那個狀態 舞廳的那個狀態下 你能不能維持你一種很high的動作 動感的狀況 那動感其實每個年代都不一樣 比方說80年的音樂 哪一些是這種 80年舞廳會放的 或者來到90年的時候 那個舞蹈的樣子就不一樣 這些其實都是不一樣的動感 那就是有了動感 你才能變成唱跳歌手 要演員都可以變成唱跳的 有點這樣的期待 這樣子 我覺得每一首歌這一次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他都要從 原本可能只是一個很普通的 在交代事情的場景 我要想一個現代的人 會有共鳴的 有趣的梗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也設定是跳舞音樂嘛 就是 尤其又 應該會是一個很high的一個呈現 所以就會覺得 他的那個節奏感一定要夠 但是他的敘事性又要在 但是有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滿衝突的 就是當歌詞要常常敘事的時候 你很難讓他有一個很固定的節奏感在裡面 所以這時候那個曲捨就滿痛苦的 但是如果真的我們最後可以完成的話 應該會滿厲害的 就會變成每一首歌都很爽又很動聽 然後又一直刺激觀眾的那個腦內飛 然後大開他們的腦洞 化學會不會推銷 雲跟兩兩個風格 那一整集合曾經 全רב用風格 可是銳手 充 систем 真好的 蠻嗨 蠻嗨 人